大家好,我是阿毛 这个世界上可能有所谓的一届车站 就是那些现实中不存在的车站 今天我们来介绍传说中的七个一届车站 第七是月之宫站 当然,这个月之宫站在现实世界中是不存在的 但为什么我们知道这些不存在的车站呢? 因为有一定数量的人遇到了一届车站 在Twitch上网站上经常有这样的报告 这是一个恐怖的经历 月之宫站也是从网络上的贴文中得知的 有一天,贴文的作者乘坐东海道线的夜行列车时 时间是凌晨三点 当作者开始打瞌睡时 列车停在了某个车站 他随意地确认了车站名称 发现那里写住月之宫 最初作者以为这个车站是明古屋车站 因为他看到的景色似乎与明古屋车站的建筑相似 但很快他就意识到这是一个错误 尽管是深夜 他还是能看到像摩天楼一样闪闪发光的灯光 这些亮光看起来非常梦幻 最令人震惊的是 他看到了几个大约两米高的巨大人影 随后作者看到有黑色人影 从他乘坐的列车走下走到月台上 而且除了作者之外的其他乘客都在睡觉 所以只有作者看到了这一幕 然后作者也睡着了 醒来时已经在家附近的车站了 还有其他人也见过月之宫站 目击报告主要集中在爱之县和靖岗县周围 下一个是第六 无法阅读的车站 遭遇无法阅读的车站的男性A是在大阪的经历 那天A打算去他的公司 在大阪府的天下茶屋车站下车 一切如常地乘坐列车 突然列车停了下来 他看向窗外看到列车停在了某个车站 停车和门突然开启的同时 A注意到了某事 刚才还有很多乘客的突然就不见了 A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陷入了恐慌 试图查看车站的名字 但虽然感觉似乎有些熟悉 却完全无法阅读 之后试图用手机联络公司 但竟然显示是无讯号 A不知所措只好在列车内等待 然后看到月台上有人 但看上去有些不对劲 看到的那个人是一位中年男性 男性看到A后走了过来 A突然无法移动 男性对他说 你再也回不去了永远在这里 说这话的同时 A从无法阅读的车站消失了 他去了哪里 当他恢复意识时 A在一个熟悉的地方 那里是他的公司 是时光倒流了 回到了原点 虽然松了一口气 但不知为何感觉周围的氛围有所不同 通常会交谈的人似乎变成了陌生人 虽然应该回来了 但感觉好像来到了另一个世界 接下来是第五 狐狸站 狐狸站听起来很可爱 这个狐狸站在巫女之间很有名 狐狸站是偶尔出现在靠近神社的地铁站的车站 狐狸站的特点是即使在白天 站内也昏暗 而且冷清看不到车站工作人员 即使幸运地通过了检票口 眼前只有一条狭窄的山路 这个车站太阴森了 狐狸站这个名字也不是正确的车站名 根据看到他的人名字会改变 像狐狸一样欺骗人 而且如果你下到这个车站 就再也回不到这个世界了 接下来是第四名 别平站 这个故事是关于一个女性 在东京站到千叶县的金叶县列车内 目击别平站的经历 她在列车停靠在别府站时随意地望去 发现那里的景象相当老旧 她觉得那里像是一个不熟悉的乡村 更加令人惊讶的是 她看到有个列车员在那里 如果有列车员 那不就是个真实存在的车站吗 但当她仔细看待的列车员时 她看到她的脸上布满了伤痕 她受伤了吗 虽然她感到惊讶 但她的目光不自觉地转向了电子显示板 然后显示板上的文字开始闪烁 与此同时 她所乘坐的列车颜色开始变化 面对如此明显的异常现象 她试图下车 据说她的记忆就到此为止了 她醒来时发现自己在医院的床上 据医生说 她是因为一场脱轨事故被送到了医院 如果她没有醒来 可以肯定她会到那个站 那个满脸伤痕的列车员 可能是另一个世界的人 总之知道她安全无恙 真是让人松了一口气 现在进入前三名 第三名是 一个男性目击了高平站 他是在从京都站乘坐J2线的路上 原本打算在长刚经站下车 但因为打瞌睡错过了站 没办法 他打算在下一个站下车 然后返回 当列车停靠时 他没有特别注意就下车了 下车后 他注意到这是一个无人站 看着这样一个寂寞的站台 突然注意到在出站口前 有一个巨大的鸟居 为什么会在车站有鸟居 但由于很久没坐电车 所以并没有太在意 以为是车站新增的 那真是太难以置信了 试图查看下一班列车的时间 却发现没有时刻表 而且手机信号也很差 开始感到不安 这时注意到附近有人 在那里的是一位老婆婆 尝试询问老婆婆下一班列车 何时到来 老婆婆说不久后就会到 终于放心了 但老婆婆开始说一些奇怪的事情 如老天正在哭泣 到世界的尽头吧等等 还在思考老婆婆是否疯了时 看到一个大约小学生年龄的男孩 站在那里 立刻尝试和男孩交谈 男孩叫他远离老婆婆 告诉他列车不会来这边 让他走另一方向 听从男孩的指示 走向男孩指的方向 走了一会儿后 看到了熟悉的街道景观 并成功返回了 那老婆婆确实很诡异 但那个帮助他的男孩很好心 如果他一直留在老婆婆那里 会发生什么呢 接下来是第二名 高九耐战和夫草谷战 这是一个发生在 甲信越地区的女性遭遇的故事 那天晚上 她在工作到很晚后 乘坐电车回家 在电车内打瞌睡 不知不觉中睡着了 当她醒来时 发现时间已经是凌晨两点 这很奇怪 因为两点钟 电车通常不会运行 尽管如此 她考虑到可能是夜班车 她决定去找列车长 当电车停下来时 她看向车站 看到写着高九耐战 因为是个不认识的车站 所以她没有下车 电车离开高九耐战后 她注意到车厢内除了她以外 还有一个少年 夜里遇到一个少年 她勇敢地尝试和少年交谈 问她这是哪里 少年面无表情地回答说 不知道 那个少年真是神秘 就在这时 电车又一次停下来 她看到车站名是 浮草谷站 又一个她不认识的车站 少年告诉她 她要在这里下车 因为不想一个人留下来 想跟少年一起下车 但少年告诉她 最好不要跟着来 如果她非要去的话 她就笑着说 那就来吧 那是带着恶意的笑容 她本能地感到危险 决定不下车 之后 她的父亲因为担心 打电话给她 知道了情况后 要她无论如何 都要在某个车站下车 总算有救了 她按照父亲的建议 从电车上下来了 但她不知道这是哪里 父亲说会根据GPS来接她 父亲真是可靠 不到一小时 父亲的车就到了 她被安全接回 真是让人松了一口气 但她感到很诡异 不管她怎么和父亲说话 她都不回应 不仅如此 她还开始自言自语 说些都是我的错之类的话 她感到了恐惧 觉得这个父亲 可能不是她的父亲 她本能地从车上跳下来 当她醒来的时候 已经在医院了 据她后来的描述 即使她后来向父亲 讲述了这一切 父亲也说 没有打过电话给她 所以是有人假扮成 她的父亲试图把她带走 最终 我们来到第一名 如月站 如月站 这个也是很有名的 一届车站之一 这个故事使于 称现在的 FiveB称上的一个 名叫H的用户的帖子 H像往常一样 从新帮松站乘坐电车回家 但她注意到 电车已经运行了 二十分钟以上 都没靠站 那时车上大约有五个乘客 但他们都在睡觉 H感到非常不安 尝试呼唤司机 但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她的不安感越来越强 就在这时 电车开始减速 最终停在了一个 她不认识的车站 那就是如月站 确实她下车了 下车后 她感到非常不安 想要回去 但电车已经离开了 这真是糟糕 H说她开始听到 太鼓和铃铛的声音 但除此之外 什么也听不到 可能是有节日活动 但没有其他声音 所以不像是节日 H决定沿着铁轨回到来的路 就在这时 她听到有人在背后叫她 她回头一看 看到一个男人站在那里 她的一只脚不见了 H感到非常害怕 没有别的选择 只能继续沿着轨道走 不久后看到一个隧道 她鼓起勇气 穿过了隧道 那时已经是凌晨三点了 穿过隧道后 她看到有人 于是决定上前询问 那个人说可以送她回去 这实在是太糟糕了 在脱衬上 人们对H的安危表示担忧 但之后 H就再也没有更新消息了 H被带走了嘛 大家都非常担心H的安全 但是七年后 H突然出现了 七年后 H说在送她的路上车停了 然后 一个不认识的男性出现 告诉她 快跑 在一片混乱中 H逃跑了 当她回过神来 已经是七年后的世界了 这是怎么回事 可能H进入了某种平行世界 然后在七年后 回到了我们的世界 平行世界 或许她进入了某种时空之门 最终在七年后 回到了我们的世界 真的有这种事吗 如果有人曾经去过一届车站 希望他们能告诉我们 这就是今天的故事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谢谢大家的声音乐